中文字幕——YK 好 同学们早上好 那么今天我们这课主要的内容 你看我都版书和放到这个PPT上边了 第一个我们要复习上次课的 包括主要的我们泌尿系有哪些影像表现 正常的 然后泌尿系有哪些主要的检查方法 那么这些检查方法都常规的 或者说我们怎么综合的利用这些方法 大家还记得昨天讲的主要的检查方法吗 诶 瓶片 静面世界造影 逆行造影 尿道 膀胱尿道造影 腐肚动脉 肾动脉造影 对吧 我们还有CTMR 别忘了 还有超声 对吧 超声的它的应用范围几乎和平片一样的广泛了 对吧 这个大家别忘了 那我们也有例子 这个例子也别忘了 然后正常的表现我想给大家提一个 比如我提一个问题 右肾它的正常位置和比邻 从12到13之间 对吧 它是斜列于什么 右侧脊柱旁边 那么它的角度呢 到25度 对吧 它和中轴线 比邻 昨天没给大家讲 为什么我提这个 我想考考你 前方应该是右前上方 对吧 后边 前后和左右 这个问题大家思考 因为正常的已经给你们讲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马上讲到基本病变了 为什么它会出现一些异常的表现 是怎么样的 你应该考虑这个地方有些什么东西 对吧 很重要的一个 好 那么我们往下 我请同学们看这两个图 这两个图 我现在鼠标点的这个图 这个什么图 做的什么检查 好 腹部平片 然后右边这个图呢 静门声音造影嘛 对吧 又忘了 但是这个静门声音造影 是不是和你们昨天看到的正常的静门声音 这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你同学们会犹豫 诶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它 你看 摄影圣展这样 塑料管这样反过来了 正常的话应该这样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就说明它和我们正常不一样 就是异常了 对不对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课 就是异常了 为什么异常 好 我们看下边的 为什么异常啊 为什么它会往边上跑啊 这声音声声 是不是这里长了很大的一个东西 哎 把它 我们一般叫做推压一位 对吧 一般叫做推压一位 这个大家描述要准确 好 其实很好 并别看你们说搭不出 你们在犹豫那个图 对吧 但是你们想到 这个跟昨天我们看到的 正常的真相 它是不一样的 说明它是异常的 异常什么原因 我们再找它原因 是吧 长了很大的一个流着 好 那下边我们把基本病变 我大概给大家罗列了这么几点 各个书上不一样 或者说你们记忆 你们也可以有自家的独特的记忆的方法 但是我想第一大类就是它的大小 位置和形态的异常 那我们等会会一个一个给大家讲 是吧 第二大类就是破坏性的病变 第三便宜 第四是尿路的 第五是密度的 其实总体上都离不开 基本病变 基本病变都离不开这一半 前面五点 当然MR它是叫信号不叫密度 对吧 这个大家要理解 那CTMR可能有一些常见的 跟前面普通ATM呢 不完全一样的东西 我们会分开独立的给大家看一些片子 但是总体上你离不开前面的五大类 好 我们现在一类一类的看 第一个 它的大小形状或者位置的异常 那我一提到这个 同学们脑袋里就要有一个概念 所谓位置 比如肾脏 它的位置怎么样 它的大小怎么样 它的形状怎么样 是吧 你们都说蟬斗 鞋内一几度的两侧 还有角度 那这个是正常的 那这个片子是个 它的角度应该属于正常范围 对吧 但是 盛一盛展的显影呢 不对吧 和我们正常的不一样了 对吧 还有塑料管的角度 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我们说正常塑料管应该是这样 看着我的鼠标 是不是这样 弧心就这样下来 对吧 它这个塑料管是怎么样 我们回去 诶 像外 像个外边一个花瓶一样的过来 对吧 说明它有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讲先天异常 其中要讲到旋转不良和马蹄肾 就会讲到这个病 对吧 因为我们后边还有片子 好 我们看一下大小形犯位置的人 其中一个 首先我们看大小 什么叫大 什么叫小 我昨天你别想了 下面有个示意图和这个片子 你看 什么叫大 什么叫小 哪个算大 哪个算小 左胜是大 哦 说左胜是大 右胜是小 为什么 对 三个椎体的高度 对吧 那个肯定小 左胜肯定大 右胜肯定小 那么我们要找原因 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那这个病号其实是一个先天性的小肾畸形 好 右侧小了 功能差了 左侧是个带嗓性的增大 对吧 大家要明白这个 大有很多种原因 对吧 增大很多种 长肿瘤也是 长囊肿也是大 但是这个是功能性的 带嗓性的增大 而且我们往往会常见这种病 是吧 好 我们再看这个图 你看到了哪个大哪个小 为什么 对啊 我们提到了这个一般和这个椎体的来比较 是不是啊 好 这个是不是明显小了 那这个是差不多 对吧 下边那个呢 左肾大了 为什么说它大 你看有个明显的圆形的 对吧 低密度动物 这长了个囊肿 对吧 这么大 可以有很多种原因 你看说 长肿瘤了 长囊肿了 可以大 肾积水可以大 对吧 对吧 比如外伤血肿 它也可以大 等等 还有一个别忘了 可以由于对策功能 它带嗓性增大 这个就不是病理性的 就生理性的增大 对吧 那么它小 有些什么原因 先天性可以小 对吧 还有一个 我们非常常见的 你们那一刻讲了没有 慢性肾义肾炎 对吧 可以大 可以小 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血贡的原因 比如我们说圣东门峡窄 对吧 它可以小 等等这样 病可以 先天性可以 这些都可以造成的缩小 好 这个片子我想请你们看一下 是个什么骗子 大家忘了我给大家提到的 昨天的课 我们还有讲到一个说 那你看到什么异常吗 是不是看到这个肾脏周围很多 低密度的东西 包括这边 这就是抚摸后的冲气造影 是人为的打进一些空气或者氨化碳 造成它一个对比剂 对吧 造成它一个人工的对比 那么这个也叫造影 但是打进去的对比剂 它是阴性的对比剂 而不是阳性对比剂 是吧 它不是点等等这样的 背 好 我们看到这个肾脏是不是显影了 正常吧 这是个正常的肾脏 你看 三个椎体的高度 角度也是对的 对吧 那么异常在哪里 在这个 你看左肾这么大 看到没有 为什么 左肾肯定这么大 为什么 角度也有变化 对吧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那你就找原因呢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可以是积水 可以是长肿瘤 或者是血肿 龙肿 多囊 等等 这些都可以 对吧 好 平片的话 我们只看到一个轮廓 你可以猜测它跟进病史 那我们假如要了解它 到底是什么增大 这个时候 你要联系到我上次课 给大家讲个检查方法 你下一步 哎呀 做什么检查 超声是一个最基本的筛选 是吧 好 超声 对的 肯定要做 对吧 除了超声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应用到 CT的检查 好吧 好 要不同的这个 把前面的内容 要反复的 来提起出来 来结合我们今天的课 好 这个一看是什么 这个就是先天性的小圣畸形 是吧 这是另外一个病号 我们可以看到 左侧肾脏 你看 三个椎体的高度 是吧 正常的 右侧呢 啊 这么 一个半 对吧 是不是小了 这个也是先天性的小圣畸形 好 我们再看 这个是什么片的 好 金门声音造影 那你看到什么东西 左肾也是一个 显影浅淡 对不对 显影浅淡 也是 身影是非常小的 一个半椎体 对吧 这边是正常的 对吧 所以这也涉及到 你别看我现在再给大家讲 这个大小形态 位置的异常 但是你看这个病号 就涉及到我们说 显影 它到底显没显影 像这种肾脏 往往它都会什么 功能会差一点的 功能会差一点的 它显影就有改变 那这个病号 大家看一下 什么异常 形状异常 形状异常 大小呢 当然也异常了 你看这里长了很大的一个包 也长了很大的一个包 出来 对吧 好 能不能诊断 这是什么骗子 对的 好 很好 这个圣东麦造影 对吧 选择性的圣东麦造影 那我们看到什么真相呢 看到这个大量的 大量的 是不是 你看 肾上级和下级 这些血管是正常的 从粗到细 逐渐移形 那么这个 中级这个血管 是不是明显的增粗了 说明它血供增加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量的 肿瘤血管和肿瘤的染色 把这个长的这个肿块勾获出来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些肿瘤血管是无序的 不是说那个正常的这个 从粗到细逐渐移形 对吧 它是粗续不均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肾癌的一个血管的表现 然后我们在静脉期 我们可以看到肾静脉的弦影 那肾静脉里边呢 还可以看到一个 叫什么 对了 充益缺水 为什么 癌酸 高 不错 你们都学的不错 好我们再看 这个示意图 看到什么呢 两个肾 我们先说左肾吧 对吧 示意图我说左肾长了一个 站位性病变 像个 因为里边是空的 代表囊肿 对吧 然后这个左肾呢 肾轴还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右肾呢 由于长了一个很大的囊肿 向外长 长了一个站位性病变 是不是肾脊呢 倒过来了 对吧 给他压的 这个就叫 我们叫做什么 他的推压移位 对吧 所以说如果 肾脊脚出现改变 或者肾轴出现改变 你就一定要找原因 什么原因造成他的 是先天性的旋转异常 还是后天性的 长了东西 站位性病变 把它推压移位的改变 那这是我们讲的大小形态 和位置的异常 当然啊 你们看这个 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先看这个片 我箭头指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出来一个管状的东西 正常这个肾脏在这 对吧 塑料管 然后这个管状的东西 和它相连呢 这边呢 除了正常的 虎腹型的肾移肾展弦影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 我的鼠标 好 是不是双侧 那你们讲到先天异常的时候 就是双侧的肾移塑料管机型 还有老师给你们讲 可能是陈勇老师给你们讲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异常的 对吧 到底是什么病 因为我经总论 我并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对吧 但是你知道 它是一个异常的 好 我们再看 是不是也是异常的 这边是双肾移双塑料管弦影 这边呢 对吧 当然它分形还有好多种 对吧 有好多种分形 这边你们记住这些片的 到时候老师给你们讲解 先天异常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分形 好 这个片你要看的什么 左侧一定要记住 诊断一定要有左侧上下之分 对吧 不要说塑料管 塑料管它有两根 左侧右侧 骨折也是一样 左侧是不是我们看到两根 啊 这里有一个圣移塑料管 但是整个 你记住了哦 整个它是在一块的 好不好 来 在这汇合了是吧 它可以不汇合 我们再看一个 双侧 深入塑料管 那这边呢 有个结石 这边是什么 你看那些杯口 积水了哈 好 我们再看 这两根塑料管下来 你看 这根到膀胱里边了 汇合了 是吧 看得清吗 哦 可能是这个灯太亮了 然后下边这根 你看到哪里去了 哎 下来了 那么这个叫异味的开口 它可以开口于腹壁 女性可以开口于阴道 或者开口于腹腔 开口于其他地方 对吧 就是出现漏尿的表现 这个放大的 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这个是正常的入口 这个呢 是异味的开口 对吧 异味的开口 好 这个片子 呼吸系统 大家看过了 那我想请大家看这个 有没有异常 哪里有异常 又会什么地方 啊 哪位同学 一班长 有班长吗 能看出来吗 没有关系哦 看不出来就是说看不出来 然后哪位同学看出来了 就站起来 从侧位片看的话 好像 右肺直气 右肺直气管 还有那个右肺后 后边 你指的哪里 这两 没有 不是后边 这两 前面对 没有 这应该是心 好 这个 可能片子的 这个 照的质量也差一点 对吧 其实不是片子质量差 那么 同学们 这个呼吸系统 讲得最早 好 对了 再补充的同学 补充的对 对吧 你看左侧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心隔脚的位置 对吧 是不是看到一个 内缘性的总物 那这个心隔脚的位置 不应该有东西 撤位在哪里 撤位和脊柱后边重叠了 是吧 你看这是隔脚 对吧 好 和脊柱重叠了 好 发现东西了 非常棒 但是你考虑什么东西呢 用你们呼吸系统的这个思维 你会考虑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方 这又回到我们提到的 大家的临床诊断的思维 对吧 你不懂 不要紧 这个地方会有哪些器官 跟哪些器官相关 就是我提到的 刚才一上课提到了 它的比龄怎么样 这地方有可能是什么 隔肌 隔肌长出来的东西 心胞 心脏长出来的东西 这个地方是肺 对吧 肺的站位 还有呢 下边是胃 是不是胃 使管胃 奔门胃 也有可能散上来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大血管 是不是降主动脉 到扶主动脉的地方 也有东西 后纵隔 纵隔肿瘤给你们讲了没有 如果你考虑纵隔肿瘤 考虑什么 靠后 神经原性的肿瘤 等等等等这样子 但是都不是 千万别忘了 泌尿胜之症 那个陈老师现在给大家讲 对吧 还有可能是 异味的肾脏 高异味肾 胸部的肾 对吧 他突到里面去了 别忘了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有了 别忘了 有可能是异味肾 以后你们会整什么东西 别人讲了一大堆 你说一二三 对吧 第一第二 我常规来考虑 一般是这样的 比如我考虑是个 心隔脚的心毛囊肿 或者说是 隔膳等等这样一些 第三个 你要是大会诊的时候 一般来说 你要考虑 罕见的 少见的病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说我 我曾经老师讲过 有可能是 异味肾 记住这样的思路 好不好 好 你看 他为什么做CT 他就是考虑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 中隔的 或者肺的站位 对吧 结果他考虑一做 做个增强 你看到什么 是不是明显的 这个肾皮水指 对吧 说明他是个凶肾 异味肾 对吧 他不在正常的位置 异味肾的话 有高异味肾 低异味肾 横过异味肾 这些都会给你们讲 对吧 这个也是出现 胸部的站位 一个做增强 是不是肾脏的形状就出来了 那个是左侧 这个是右侧 对吧 右侧更为罕见 为什么右侧更为罕见 因为他有肝上顶住 对吧 你看这样 是不是这样都跑上去了 你看这个 所以说你记住 你看从后边 这个这样跑上去的 很罕见 这个病例 好 我们再看 什么叫位置的异常 是不是 低的了 这个 刚才我们看的是高异味肾 是吧 现在肾一肾长呢 是不是低的 这些片子我相信 这个陈永老师都会拿出来给大家讲 好 这个是什么片子 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右侧肾脏的位置异常 在卡窝里边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这些片子你们都有个印象 我倒不要求大家今天就掌握这个 我只是印证为什么说大小形态位置的异常 但是你们讲到具体的病的时候 这些片子可能还会给你们重复 所以会快一点 请同学们理解这个肯定要快一点 好 第二类的就是迫害性病变 我一讲到迫害性病变 你们会考虑到什么东西 障害性病变 癌 对吧 别忘了 除了癌 还有一个结核 也是可以产生破坏性病变的 我在第一节课给大家讲的时候 其中就讲到 假如这个病变 比如肾结核 它还没有侵犯到肾一肾长的时候 对吧 它不出现我们今天所说的破坏性病变 那么你做瓶片 静媚身造影 很可能都看不到真相 对吧 甚至超生 破坏性病变的话 好 我们因为后边还讲肾癌等等这些 我们会简单一点 你看这个 我们看左边这个片 你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这个叫什么 本来应该冲起来 没冲起来 刚才都提到了 叫冲缺水 而且它边缘不规则 那么像这种的话 出现冲缺水 说明它里边长了东西 一般来说 我们应该下一个检查方法 除了做超生 又应该做个CT CT看到什么 是不是看到一个混杂密度的一个总块 是不是 你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把肾一肾长给产生破坏压迫了 这个肾癌 好 这个片子的话 背景干扰相对多一些 但是我请同学们看一下 排除干扰 你能看到什么东西 右肾 左肾大于三股床 左肾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出现冲缺损了 对吧 这也是个肾癌 所以破坏性病变的话 应该说 因为现在肾结核相对 肾结核现在也回流 对吧 肾结核相对还少 所以应该说占了90%以上都是 肾脏的恶性的占位造成了 对吧 好 我们看第三大类 显影的异常 显影异常分这么四种 一个是不显影 它完全就不显影 第二是显影浅淡 就没有正常的那个显影 第三 延迟 肾脏的显影的延迟 第四 就是它有可能显影浅淡 有可能延迟 但是造成我们看到的积水扩张的影响 那我们看右边这个片 就是明显的 是不是小展大展 都囚形的扩张 对吧 那我们一个一个看 肾部显影有哪些原因 大家想想 你们对思维的非常这个 这个奔异 第一个就考到 这个考虑切儒 也可能我昨天跟大家讲过这个 是吧 但没错 确实是不显影 有可能是缺儒 对吧 没了肾脏 它当然不显影 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因 最常见的 肾功能 还是肾功能的受损 对吧 它肾功能不行了 完全不行了 就不显影了 如果它肾功能还有 那么很可能造成我们第二和第三类 对吧 显影的浅淡 显影的延迟 对吧 这是肾功能的问题 但是肾不显影还有原因 就是我们误操作的问题 不是没有的 本来这个肾脏你应该打 它通过肾脏就排列的 对不对 比如范影普安 比如我们其他的对比剂 对吧 现在非离子的 点逼乐也好 有危险也好 但是有胆道显影剂 我们有打官司的 对吧 那就是做肾脏造影 它胆囊显影 肾脏不显影 这就是由你操作等等 这样的原因 会造成不显影 所以这几方面的原因 大家都要找 嚼它不显影 好 显影浅淡 显影延迟 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扩张积水 我们看一下 看一些片的 好吗 好 这个是个什么片的 坏鼠 我不用反应的 对吧 轻的肾脏影 右侧是正常的 对吧 你看背口 大盏小盏都清楚 左侧 土壮的球形的扩张 就是肾脊水的表现 然后你看到 原因是什么 下面有个图 在一二三 第三腰椎横秃 左侧横秃旁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 高密度的 类圆形的 或者长圆形的 高密度的 边界清楚的 对吧 那这个是什么 纵轴要和塑料管长轴 一致的 说明这里有个结石 卡住了 造成它的积水 对吧 好 右边这个片子 我们看到什么 右侧不显影 左侧呢 重度的积水扩张 然后塑料管也扩张 对吧 是不是塑料管扩张 明显的扩张 一起成一个 是不是小肠子 这样的改变 好 这就是显影的异常 那么料路的改变 我们有着分几类 第一就是充确损 我一提到充确损 你们消化已经讲了 消化几个最重要的概念 一个充确损 一个看影 还有一个气死 你这几个一定要记住 你怎么分它 对吧 所谓充确损 就是出现东西了 那么在我们料路出现充确损 有哪些原因呢 结石 特别是阴性结石 对吧 阳性结石 它会高密度会显出了 肿瘤 尿路的肿瘤相对少一些 还有 就是假如我们做逆行造影的时候 血肿 你插管的时候破了 对吧 它会有血肿 或者你打进气泡 这些都要鉴别 但是 结石可能可以移动或不移动 都可以 肿瘤 肌肉 长到那里 它是不移动的 气泡 一立起来 它往上跑 对吧 血肿 也是移动性的 对吧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鉴别 好吧 那我们看这个片子 你看到什么 平片没看到什么 照影的话 看到什么 是不是看到这里 一个 背口状的一个充确损 对吧 背口状的充确损 好 你看到背口状的充确损 你就要去找原因 对吧 原因就不外乎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三大类 四大类 对吧 那么 尿路的还有显影的其他异常 我刚才都给大家提到了 它可以先天异常 也可以出现耕主性的改变 那这个片子 右边这个片子 你们看到什么异常 好 左侧胜一胜长 双侧塑塑管的机型 其实到这汇合了 还有异常就是这个是不是输尿管下边 汇合的输尿管 扩张 积水了 对吧 那这些都是异常的表现 这是重复了 对吧 为什么前面有重复 那前面没删掉 好不好 没有关系 下来你们再看 我就不再给大家讲解 第五大类 密度的改变 密度的改变 CT也是密度的改变 对吧 MR就是信号的改变 那么我们看 平片的话 你能看到什么的改变 结实 记住了 结实它分阳性结实和阴性结实 什么叫阳性结实 它是正常的 这个平片就能够显影的 情商高密度的 对吧 大概占了95%左右 还有5%左右 是阴性的结实 平片不显影 但你要做CT 它分辨率高 它会显影 超商也能看到 好 这个片子你们下来看 因为比较小 但是我有箭头指明 对吧 那左边这个片子 你看到什么异常的 在右肾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你说柱形也好 或者不规则的 高密度的 大的 多少乘多少 描述一下 写报告的时候 一定要描述 多少乘多少 厘米 对吧 然后在它的内下方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什么 小的 多大成多大的 好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 在什么地方 左侧数量管下端 确实是下端 但是你现在 你现在怎么描述它呢 你如果是做静面身照 你看到 看到数量管协议 你现在没有看到数量管协议 对吧 那描述也不错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尽量的描述它 古性的标志 因为古性标志是 一定存在的 对吧 你看我们在左侧 盆墙左侧 这个 左底下 关节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软圆形的 高密度的影 对吧 它的大小多少 然后 特别要描述它的长轴 长轴与人体的重轴 或者输尿管的重轴一致 这个很重要 你这么描述 人家 你很专业的 考虑到了 这个是输尿管 左侧输尿管 下端的一个结石 如果你说它这样横的 那你说这个输尿管有多出啊 你才这样横的 是不是啊 如果这样横的 你就要考虑到底是输尿管的 还是其他的地方 对吧 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好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片子你看到什么 右肾 是不是整个摄影 你都可以看到 斑点状的 高密度的影像 把整个肾脏的轮廓 都勾获出来了 为啥 这就是 一个肾脏的概化 我们叫 这个名称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很多都考试都考 肾脂节 它不叫自财 它叫自节 就整个肾脏没有功能的概化了 肾脏的晚期 多发的肾脂子的浓肿 造成它整个肾脏功能的上失 就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那么这是密度的改变 对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再给大家提一个概念 病的概念 这边你看到什么 右肾有结石 左肾呢 这里有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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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盘子似的 是吧 是不是像个盘子似的 如果上面再有一个 把这个高密度放到这里 我们叫盘中圣果 这个是什么片子 腹部立位片 它是这样的 我们再把这个笔号给它躺倒 同样一个笔号 躺倒了 你看 那一堆成什么样的 这个你们形象的 形容一下它 叫什么 爆米花 爆米花 我们叫麻豆饼 一个是盘中圣果 一个是麻豆饼 那这个是 你们讲 泌尿系结石 有可能 很多专业书都会提到 叫圣盖乳 其实就是一个泥沙样的结石 在积水的肾长里边 它的变化 你看一立起来 它的结石重量 是不是都挤到下面去了 像个盘子似的 一躺平 它就形成一个什么 平摊开了 对吧 像麻豆饼 这是圣盖乳特征性的表现 对吧 你看到立个位这个片 就没有问题 那么这当然也是属于我们密度改变的 其中之一 是吧 讲到病的时候 我今天给大家提到几个病 里面要有概念 以后讲到个论的时候 就会有 好 我们这一节课到这里 休息五分钟 谢谢 谢谢